步入升息循环 全球金融市场是剧烈震荡 各国相继出手就是 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说上海还有深圳的这些交易所 都已经向券商下指导旗 要求中共二十大会议登场之前 禁止大卖股要维持市场的稳定 而日本央行上周是砸下了 大约三兆的日元首度干预会市 南韩政府为了要让这次回稳 也回购了两兆韩元的这一券 同时正考虑要祭出现空力 缓解股市动荡 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之际 各国掀起旧市潮 南韩COSPI指数周三 失守2200点关卡 创两年多来新低 韩元也跌到13年低点 股会债势波动大 南韩政府决定加入干预行列 韩股今年以来下跌27% 跌幅领先所有牙股 南韩正考虑再次祭出现空令 同时准备启动旧市基金 上周四日元兑美元汇率 一度贬到1美元兑换145日元 引来日本央行 睽違24年首度插手会市 砸下约3兆日元 创下日本史上单日干预最高纪录 日央大动作出手 但足贬日元的效果 却只是昙花一现 总体经济问题一箩筐 政府插手干预 只是正式打墙新增 英国央行周三神救援 紧急宣布将购买长期国债后 英镑对美元汇价一度反弹 但投资人信心并未真正回笼 货币和财政政策行不通 还有国家选择政治干预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为了维护市场稳定 上海和深圳证交所也对券商下令 在中共二十大会议 10月16号登场前 禁止大规模抛售股票 稳定金融市场情绪 记者王杰黄一号综合报道 优优独立大规模护市场